手边信用卡是不是太多了 有些卡可能很久都没刷 若真的不想用 可考虑捡卡 以免长期未动用衍生到刷风险 甚至收到银行的主动停卡通知 越来越多银行主动帮卡有减呆卡 若持卡人连续6个月或24个月没刷卡 银行会主动叫停 取消持卡人使用信用卡权利 大卡银行正主动出击减呆卡 包括袁大银、台北富邦、赵峰银、永峰银、扎打银、新光银行等 都已在信用卡定型化契约 或称约定条款 中写明信用卡若达一段时间未动用 银行会在主动通知持卡人后 停止持卡人用卡权利 台湾银行将自今 2018年11月起跟进 花旗银行也会自明 2019年1月起开始实施 根据金管会定义 最近6个月有一次消费记录 就算有效卡 反过来说 若持卡人连续6个月没刷信用卡 就是张呆卡 今年7月全市场平均有效卡率 有效卡数流通卡数 达66.86% 呆卡率于33% 但很多银行有效卡率只有五成多 代表呆卡率也高达五成 持卡人对呆卡 多完美感觉 但对银行来说 每一张卡片 都有成本考量 呆卡量过大 也会吃不消 照封银行规定 若卡有连续6个月 函 以上未使用卡片 且未使用循环信用余额 银行得以书面 或其他方式通知持卡人 终止契约 契约终止后 正付卡 持卡人都不得再使用信用卡 北复银、袁大银及新光银市等到卡有连续12个月没消费 才主动通知停卡 扎打和永丰银的停卡条件 则是连续24个月 台湾银行自今年11月起 也将规定 若持卡人连续24个月没任何交易 得暂停持卡人用卡权利 花旗银行自明年1月1日起新增规定 卡有若超过24个月没有任何交易或缴款记录 会在书面通知卡有后 停止信用卡使用 花旗表示 此举也可避免 因为长期未动用信用卡 咽生遗失或遭到用冒刷 也是保障客户权益 其他发卡行虽未明确定出 呆卡多久没用可停卡的期限 但多半也会规定 银行基于风险 安全 持卡人财务 信用 消费及还款状况 可在最少30天或60天前 书面通知取消持卡人使用信用卡 其中的消费 就是指若持卡人长期不用卡 银行也可停卡 相关规定 多定在信用卡约定条款第22到25条 信用卡使用限制或丧失期限利益 及契约终止条款 越来越多银行主动帮卡有减呆卡 若持卡人连续6个月或24个月没刷卡 银行会主动叫停 取消持卡人使用信用卡权利 2Money 101 金融产品比较网提供 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